M-IP Hello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今天準時收聽我們台北進行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愚文 那我們今天先趕快來介紹來賓 我旁邊有兩位 今天非常特别 欢迎我们台北文献馆的馆长 詹树珍 詹馆长 馆长你好 余文你好 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是那旁边 馆长旁边这一位 是我们的应该是新面孔 听说是第一次来 对第一次来电台这边 我以为你以前有来过 没有第一次来过 好等于是这个电台的处女秀 我们的这个算是新任的 这个市长室的副主 主任李敏慧 大家好 电台朋友大家好 我是敏慧 好我们今天来这个两位 其实要谈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 就是我们在最近这个礼拜 我们有一些这个 我们敬重的人 他这个过世了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 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 李前总统 那事实上他是在 7月30号的这个的时候 在台北荣总 就是这个过世 那想其寿是98岁 那回顾他一生其实相当的精彩 那我们等一下馆长呢 也会特别来跟我们聊一聊 李前总统 他在这个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些贡献 那敏慧呢 因为是这个比较年轻 也算这个小时候 应该就有一些 这个政治上面的接触 可能有一些 一些对年轻人 对李前总统的一些想法 我们等一下在节目的后面呢 都会来跟大家来分享 不过呢 除了这个李前总统的这个事情 让我们觉得难过之外呢 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在本周的疫情 就是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状况 开始好像有一些升温的趋势 最近这几天呢 都有一些从境外移入的这个个案 那也请大家呢 要特别的注意个人的这个 卫生的防护啦 那用广播收听的朋友 可能没有画面 所以不知道 我们现在三位 其实都已经戴上了口罩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礼拜开始 在配合中央 包括台北市跟全国制都一样 有一些场所是必须要戴口罩的 像是你到这个医护 医疗单位或是照护机构 包括像医院 你进去医院就要强制戴口罩 还有跟各位听众比较息息相关的是 大众运输 也就是在台北 你如果搭捷运 或是搭公车 你都一定要戴上口罩 另外其实像是这个市场啦 或是人多的地方 教育场所像是补习班 人口密集又封闭的地方呢 也请大家一定要戴上口罩 那最近这个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啦 不过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这个 或许有一些这个可能会有漏网之余 因为最近很多大家知道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这个事实上是也是需要全民 大家一起来共同防堵啦 做好个人卫生习惯 勤洗手 我们在进文献馆之前有什么样子的消毒的设备吗 如果民众去的话 有有有 酒精啊或是量体温啊 什么的 文献馆跟所有市府的各机关 还有所有的公共建筑的这个防疫措施都是一样同步的 就是进到馆舍来或者是参观特展或者是参观长舍展 大概都是采取食联制 那要扫描一下我们的一些证明 然后也要留下我们的大名和联络电话 那也要进行相关的酒精的这个喷洒 然后消毒 还有就是要量温度 那一切都是安全的时候会给一个小标签 就是小圆标 然后就可以自由进入在我们的几个场馆当中 轻松的来看我们的这个展览 对确实 因为我想很多场所都是用这个实名制的关系 也请大家可以多配合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不方便 不过我们把病毒如果能够控制的好 把这个疫情控制的好 我想大家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自由的空间 那不过这个文献馆蛮特别的 我之前其实我不知道在哪个文献馆 我说之前是我还没来市府之前 文献馆到底在哪里 是因为我今天第一次跟怡文初见面 看到怡文是一位非常年轻帅哥 所以不知道文献馆在哪里 这个是理所当然 我想很多市民也不知道 文献馆好像有听过 好像搞不好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单位 因为文献馆它其实跟过名 我们在更名之前的名字叫做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文献委员会是不是 那文献委员会它就是从民国41年就成立的一个机关了 那这个机关它就是长期承载记录台北市的文化历史 特别是所谓的纯文征线 这四个字文献就是纯文征线 纯就是把我们的文文就是文化文章 把它存下来保存下来 那线呢就是贤者 就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有贡献的 有努力的我们应该去把它记录下来的人物 我们去把它记录下来 纯文征线就是文献馆最主要的终止目的 目前文献馆的所在地 因为经过了很多次的搬迁 目前的所在地是在中华路上 这个一段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西本院寺的广场 那边有古迹有绿色扶苏的这个花园公园 那我们文献馆就是坐落在那边的历史建筑跟古迹里面 这个闹中起敬 是一个典藏台北市故事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在这个西本院寺的广场的那个地方 有一些展览嘛 平常的话有一些长色的展览嘛 是有我们平常的展览 目前所展的是叫做时光开箱 我们所典藏的一些台北市 台北久远以来的在地的一些书画文气文物 我们会点藏在这个 我们会这个以长色展的方式来 这个让市民朋友来了解 那另外我们还有个叫树心会馆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这个是一个特展 这个特展目前正在做的是台北摄氏百年的一个纪念特展 摄氏百年 这是很大的一个活动 是世纪旅程 那这是一个台北市从1920年 日本人在台湾 就是治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他首先在台北市设立了一个市役所 就是这个地方制度的改正 他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开始 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到今年是2020年 将近了100年 所以这是一段很值得让大家更深刻的来了解这个过去的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正好有一个很很很棒的一个特展 在那个地方正在进行着 也就是大家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假日刚好今天礼拜六 如果还没有安排其他行程呢 也可以去我们这个摄氏百年的这个展览 可以看一看 算是这个台北市的前世精神 对对对 未来展望 对啦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台北现在是一个很现代化的都市 就是在历任的市长的这个全民的一起努力之下 台北市变成台湾的政经中心 事实上也是有这个首都的这个功能啦 那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我们往后往回看 看一看我们这历史的轨迹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 然后我想文献馆也很重要就是 所谓见往之来嘛 我们馆长也是这个历史学历史学的硕士 对我本人是学历史 算是这个相当厉害 这个地方有学有专精 我刚刚也跟馆长也稍微聊了一下 对于整个台北市的发展 我想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想法 那也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呢 可以到我们台北文献馆 在西本院市 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摄氏百年的这个展览 不过呢我们前面呢讲了这么多 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文献馆 这个主要的这些功能 不过这个跟李登辉有什么样的关系 馆长 我们都是曾经是台北 他曾经是台北市的大家长 是是是大家都记得李总统 大家都记得李总统 其实以前还有一个李市长 对不对 李登辉在1978年6月到1981年的差不多12月 在台北市担任了长达三年多的市长 所以这段时间是他贡献台北市很重要的一段时间 虽然之后他到省主席 那在后来他接任副总统 那才从副总统他宣布继位为总统 那从此之后他对中国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政 就这个长理了12年 所以我们可能对他后期的工作 都知道他是李总统对台湾有很多民主各方面 经济建设对外外对外外交关系的突破 但是可能在台北市的这段时间 可能我们稍微有点陌生 也许我们待会也可以在节目当中 为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对没有错 算了馆长了 我们因为要准备进馆广告了 馆长的时间掌握得很准 然后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 来聊一聊这个李登辉 这个我们点前总统 过去在台北市长任内 可能对台北市有什么样的贡献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剥划 然后让台北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章岸尹尔寺 现在说来以前已经没那些坚重了 但是大家无讨论 如果是有对海外回来就要先通报 日经的民众如果是有以害进行 就要去担防疫路关 第一 家里有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大人 六岁以下的小孩 还是有办法兴兵还价 第二 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洗身窟金 有这些政策 回国已经要先顶路关 如果是有跟家人住在一起 但是有自己的房间里面也有洗身窟金 日经的时候就要索兵来算得在家 如果没有教室报 相关的八十八万块 但是仅时来台路客 就一定要去担防疫路关 请大家配合为我们的健康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持续锁定我们台北进行事 我是主持人戴于文 在我旁边的是今天的来宾 我们台北文献馆的馆长 詹树珍 然后旁边是我们这个市长室的副主任 李敏慧 李副主任 为什么要辞穷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讨论李前总统 因为他在7月30号的时候离开了我们 是98岁的高寿 我看这个媒体的评论 其实有一些写到毁誉参半 大部分的媒体 我看网路上大部分都还是很赞扬李前总统 对我们的一些在台湾民主化的一些贡献 那毁誉参半会是这样 有些人觉得说 他对民主化有一定的贡献 可是也开启了台湾的某一种地方派系 或是黑金政治的这个部分 那李敏慧总统李敏慧前总统 算是一个很精彩的一生 他前半生大部分都是做学者 有到这个美国 到这个日本来去留学 那是一直到49岁那一年 才被我们这个前总统 蒋经国蒋总统向重 那个时候呢 在那时候蒋总统要组阁的时候 组内阁的时候 邀请李前总统来担任当时的这个政务委员 那也成为这个最年轻的这个内阁的成员 那政务委员之后呢 当经过一段时间历练之后 就被指派担任当时的台北市长 那时候台北市长还是官派嘛 是是官派 是我们大概到什么时候 因为现在大家都 都觉得那是民选吗 大概几年之后才开始民选 是不是在1994年 好像94年那时候第一任民选 就是蒋水点前市长 应该这样讲台湾曾经有经历过很多次的这个直接的民选 那最早的时候是吴三宇先生 吴市长他是民选的市长 那后来还有一次是这个 好几任的都是很重要的 也好几任市长啊 那后来也有一个很知名的是高玉树市长 那高玉树市长他在担任到民国56年的时候 那他担任到了第一任的官派市长 也就是民国56年台北市升格改制为院辖市 原来是省辖市 所以他们在省辖市的时候都是属于民选的市长 但民国56年的时候 那个高玉树担任了这个第一任的官派以后 所谓的这个原来台湾 可以说原来曾经萌芽的这个民主政治 受到一点顿挫 因为官派就是收回人民选自己市长的一个权利 那所以从民国56年之后 官派市长以后就一任两任三任四任一直下来 一直到1994年 就是民国83年的时候 有所谓的这个地方制度自治法的一些修法的 这个立法的成立 后来才有北高两个直辖市 还有省长的直选 这个所以民国83年这一次的直选呢 开启了台湾这个市民意识很大的一个 大幅步往前走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次的直选其实也跟这个李登辉总统有关 相当有关 对他那时候已经是总统了 不过我们回过头来 他那个时候被官派成为台北市长 事实上任期大概是三年多 三年多三年半左右 那可能有一些这个政策啦 有一些这个政绩的部分 馆长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 因为现在看起来大部分都还在讲说 他担任总统的这个12年的期间 对于台湾的这些贡献 比较少去看到这个 他在台北市长任内 在对台北市的一些规划啦 或是一些想法 我们可不可以请馆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李前总统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对台北市的一些贡献跟政绩 是 谢谢于文 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跟空中的朋友介绍一下 那其实台北市长 经过很多任市长的努力 其实每一任市长 他都是有规划 剥划 到付出行动 到最后收成的时候 所以就算是在李市长 他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最在口述理事当中 他比较 自己比较强调而提出来的政绩 我们自己也看得出来 他在这几项政绩也是成绩前人 他自己在开创 然后在后人再来继承 都还是有这样子的轨迹脉络 那其实在一般的政治来讲 一般的政务跟政策来讲 像他当时的交通啦 国宅啦 公害啦 渭水道啦 或者是其他的文艺政策 他都跟各界的市长都差不多 都有很多的作为 但是我们印象中最比较深刻的 就是他的信义区的开发计划 信义区 信义区的开发计划 在李先生自己在口述历史当中 他自己直接的表达就是 因为他的前任是林洋港 林洋港的前任还有别人 那在林洋港之前的历任 其实他们对于信义区 在当时候的一片的东区的 一片还是在一个荒 就是一片田地的时候 这个现在年轻朋友 我完全想象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信义区的繁荣跟金融中心这样子 以前现在的信义区是百货林立 大概是我们这个算是时尚流行的指标了 但是以前是田地啊 不但是田地还有可能是荒地 荒地啊 哇以前是荒地 这很难想象 现在是车水马 一片广阔的土地当中 其实没有什么建设 但是信义区计划是有在进行的 所以从林洋港时代 他也说他做信义区计划 他的前任也说他们做信义区计划 但是只有到李登辉先生 在1978年6月上任之后 他当时跟他说 有一位我们大道成的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建筑师 叫做郭茂林先生 郭茂林先生他几乎是跟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一位建筑师 算是台湾之光的一个建筑师 他来见李登辉先生跟他说你信义区要做大 所以他就提供了给他一个很大 就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信义计划 所以当时李登辉先生他觉得台北市政府在之前 就是台北市在之前是在这个建成小学校 就是目前的台北当代馆 当代艺术馆 当代艺术馆 就是那个在长安西路上的那一间 那一间就是原来的台北市政府 他的前身就是今天的行政院 那行政院的前身是华山小学校 所以经过的这几代当中 其实台北市作为一个政府规模的一个政府机关 他其实是很小很破旧的一个机关 就是办公的这个空间是不够的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 郭茂林先生来跟他见面的时候 就是说你信义计划要化大 然后把市政府的这个重心迁移到东区 这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因为一般在当时中央政府 还是比较威权政府的体制的时候 你要很敢 也很容易要去说服当时的总统先生 能够愿意把这个台北市政府拉到东区 让他成为一个政治的复读心 然后让台北市能够大步开阔往前走 这是他很大的一个建设 就是台北市今天可以转向东区 再回头来照顾东西南北各方 让台北市成为一个全方位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跟这个民国78年 他决定之下的信义计划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整个信义区发展到现在 是李登辉在当时当市长的时候 有很大的这个贡献 我们在看那个市府大楼 那一幢大楼 好像也是李登辉在担任市长期间 然后他去做规划跟执行的一个大楼 所以在整个台北市的发展当中 李登辉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过去从脉络上来看 大部分都是西区的发展比较多 从这个孟甲开始一直发展 城内啊 山市街啊 城内这样 后来能够大步的往东区的移动 这一个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吧 是 所以我们今天台北市会从一个比较局限的 本来是在属于西区的这个城内 靠淡水河的这一区 往外扩 往南往东往北走 变成今天的一个样貌 跟这个新一区的这个计划的一个这个推动啊 那也建制了一个政府的一个中心 让这个现代化的台北市政府能够着然长大 这个是台北市非常改念这个李登辉总统先生 那市政大楼当然是在民国83年建成 那第一任进去担任那种市政大楼的主人 就是陈水扁先生 2000年的时候 他也是把总统的这个权位政治 就是交接 交接给陈水扁总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偶然 也是一个蛮悄然的一件事情 就前后前后 典礼关系确实是一个 大家可以开一集 再聊一下边理关系的这个状况 不过上李登辉在台北市场任内 有相当过的贡献 刚刚馆长要跟我们讲 除了这个 最我人所知的 新一句话区的这个拍板之外呢 还有很多像是这个交通的部分啊 或是这个我看有这个医疗的部分 像是这个新的这个富佑的这个 综合医院的院设啦 扩建和平啊 等等这些市立医院 也有很大的这个贡献啦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不讲 大家其实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上危机 他在台北市场任内 我看目前啦 只有一句话 只有一句话 而且那句话感觉好像 他是说什么进行机车道 这个政策失败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讲 那事实上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在他的重振过程中 但相对是稍微时期稍微短一点 不过事实上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建树的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台北市的水源 水源对这个民生用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早先的时候 其实要做翡翠水库啊 是在他之前的几任市长都有规划 从邵恩兴杨金彤到林阳港 其实都有规划 但是规划之后敢有魄力的就去执行 表示说对这个水坝工程啊 有很充分的了解跟很充分的信赖 所以敢在在他任内之后的没有多久 他就可以去进行开工 那这个翡翠水库的这个这个坝体啊 他从原来我们就是台北市本来的用水啊 是需求量大概是120多吨 那但是翡翠水库的新建落成之后 他可以提供到台北市的用水达到400多万吨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从翡翠水库的这个新建到完成啊 这个要有魄力的前瞻性的首长 敢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有长远的眼光 然后也愿意去负时代的责任 然后去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大建设 然后让台北市在今天来讲 我们台北市大台北市地区的用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无语啊 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对于现代都会来讲 用水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想用水不止无语啊 那个翡翠水库的水质 也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事实上从这个回顾李登辉担任市长期间 有一些重大的拍板 其实都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好像大台北区大概有 应该有两三百万人居住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事实上也都影响着我们到现在了 所以在整个贡献来讲 我看李登辉先生在担任市长的期间 对台北市也有这个相大贡献 后来他就在变成省主席嘛 那时候省主席也还是官派的 也是官派 因为一直要到1992年 94年那时候才有明选的省长 就是大家耳熟能讲的宋省长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北高市长一起的 也唯一只有这位省长 因为那时候只有选一次嘛 因为之前叫做省主席 对叫省主席 后来就改成明选 明选是省长 对可能明选就称为省长 可是后来就经过了这个动省 甚至要把这个省 台湾省虚计划的部品 这个东西也是跟李登辉有关 就是李宋关系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篇章 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呢 应该说下一段节目 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 李登辉总统在担任12年的总统期间 那有很多的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一些政策的决定 像是这个推动民主化 比如说这个废除动员 李登辉总统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些作为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回来 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放下遥控器 放心出门去 防疫新生活运动 开始 去享受汗水 享受阳光 享受现场 享受真实 享受美食 享受安全 享受风足 享受无拘无束 享受日常 享受日常 如常 带口罩 请起手 保持睡觉距离 防疫新生活运动 让我防疫健康生活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台北进行室 我是主持人大于文 在我旁边两位来宾 一位是我们台北文献馆的馆长 詹馆长 谢谢大家好 另外是我们市长室的副主任李敏慧 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李登辉先生 在台北市长任内对台北市的一些贡献 他任职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嘛 刚管长有说是几年到 到几年啦 1978 六月的时候 1978年到 1981 1982年 那差不多三年多的 三年半的时间 那对台北市有不少的贡献 包括拍板这个新一计划区 还有这个翡翠水库的动工 都是在李登辉先生担任市长的期间 对台北市的贡献 其实也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那李登辉后来担任陈主席之后就副总统 然后在因为蒋经国蒋总统过世 他就直接继位成为我们这个的总统 那担任了12年 他也成为第一位的民选总统 那在整个过程中呢 我想很多人都称他为民主先生 他在这个从这个解研之后的一些 这个政治动荡当中 也能够顺利的推动 包括过程中有一些这个学运嘛 耶百合学运 在这个政治动荡的过程中 也慢慢的逐步推动台湾的这个民主化 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边评论 我们这位前总统 事实上也是拜他所赐 推动整个言论自由啦 新闻自由啦 整个社会风隙的开放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我们明卫今年算是蛮年轻的 对跟余文一样差不多年纪了 那你怎么来看 你个人啦 你怎么来看李前总统对于整个台湾民主的贡献 如果是就今天有听到馆长在分享这些事情 会觉得说 确实我每天早上是从算是三重 然后一路到新医区来上班 真的就是看着 从整个台北市的西区到东区 那配合着刚刚馆长所阐述的这些历史故事 文化故事 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跟着时代 在跟着历史在一起的轨迹 在去走动的 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回到 现在在北市府工作 也常常听到市长讲 其实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 它其实要宏观要远见 所以刚刚像馆长说到 就是李登辉深深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就是把台北市 新医区的这个大的计划 很有果断的去做一个决定 那也遭就了现在台北市的东区 新医区这边 它是一个很繁华 包含像刚刚宇文说的 有百货业 甚至还有金融业 那也是一个重型这样子 那我自己呢 对于李前总统这边 其实没有 应该讲说在历史课本上面看过 因为在我们自己比较有 这个独立思想的时候 然后可能是在陈水扁总统的时代 但因为这算是民主的先驱 那所以其实自己常常听到他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有现在的 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跟学术自由 其实也是在李前总统时代的时候 来去做的一些包含像修法 或者是说 还有我们拥有这么民主的状态 那我自己 现在来市政府工作 就是觉得说 李前总统怎么影响到我们呢 像宇文你知道市长常常会说 你有在开晨会吗 市长每天七点半嗡嗡的晨会 七点半每天 对每天你应该都有到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市长那时候开晨会就说 那你先来开晨会 那开晨会要学什么呢 第一就是你要先了解北师傅 在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中 碰到的一些疑难杂症 其实都会在晨会的时候 去做一个决定 那他都说 你要试着私下做出结论 然后最后再比对跟 就是市长或是其他局处首长的材势 有什么不同默默的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在读到一些文章的时候 这好像也是 这好像就是当初李前总统 在他进入蒋经国学校 也是这样子的模式 是吗 那个馆长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吗 我想这个政治人物 他们对于这个 如何培养优秀的下一代 大概都有共同的一个想法 对尤其那个时候 后来讲经国中 有一个叫崔台青 当时民间给他的一个算是这个政策的 逆称 他自己应该没有说自己是崔台青政策 不过那时候确实很多台籍精英被提拔起来 我想 官长应该也知道这个时期的一些状况 除了李登辉之外另外像是这个李焕 是处理党部的部分 然后像 如果李焕他不是台籍人士 对对对对 当时一片张石所称 吹起了这个崔台青 意思就是提拔了很多这个 不是说很多 就是提拔了数位 也不少位 就是这个台籍的精英 进入到政坛 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挥 那这个可以让这个 当时也是有所谓的省级的一个明和 是是 那这个在治理国家上面来讲 明和各方的一个势力 其实也是为政者他很重要要破坏的地方 对对 其实那个时候像是这个林阳岗 林阳岗 谢东明 谢东明 都是很优秀的 徐水德 吴伯雄都是当时很重要 还有连战 当然李登辉先生应该算是跟林阳岗 他们算是比较同一个时期 他是第一批的这个优秀的台籍青年 来被赋予重任 那确实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台籍人士 就是在过去以往在政府 他比较难进到政府体系里面来认职 那后来因为讲总统 讲经国总统的这个崔台青 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让这个台籍金 有机会可以进到公部门来 为大家来服务 那敏慧除了 除了你自己对这个 李陈总统的一些看法之外 柯文哲 你常常因为现在每天都跟市长一起开会 你现在也在这个市长室里面来服务 柯文哲怎么看李登辉 你有听到他还有跟您一些分享吗 最常听到的是市长常说 就是李登辉前总统 他是带领台湾的民主者 走向一个没有办法回头的民主之路 但其实这个时候 有时候会被别人误解 什么叫做没有办法回头 但我相信市长的原因应该是说 从大家在读到历史 或者是一些比较资深的前辈 他们经历过日本这个戒严时代到现在 那他们相信现在的民主 其实是真的经过很多的抗争 很多的争取而换来的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的环境都是 应该讲可以讲说是被民主拥抱的一个世代 那大家是不想回去 不愿回去更不能回去的 对啊 所以市长常常就是这句话 真的是像一直放在他的嘴边 只要提到说 市长您对于这个李登辉前总统想什么 他觉得这是他带领我们走向 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没有办法回头的民主之路 对啊 我想很影响很深刻 市长给这个李登辉前总统的注解是 时代英雄 时代的英雄 确实是影响台湾非常深 那馆长这个是学历史出身 那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整个台湾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这个 算是非常自由民主 我们在很多国际评比当中 我们台湾的民主的程度啦 新闻自由的程度 事实上都赢过大部分很多 世界上大部分的很多的国家 那我们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那馆长你自己本人 对于这个李前总统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们是很晚辈 那看李总统先生 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长者 尤其是对台湾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一个贡献 那我们只能说在李登辉先生 他特别是担任到主持国政的这段时间 因为他也是在台北市 那对整个台北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重要 虽然我们不是以台北市长来说李登辉先生 但是李登辉先生在主持国政的时候 其实影响无远佛界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他特别是在推动 所谓的中央民意代表退职这件事情 这就是以前的万年国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宪法 这个宪法后来被冻结了 那在他民国就是1990年 1991年的时候 他担任到第八任总统 那时候他是算是间接选举 选上了所谓的第八任总统的那一年 他在旧时典礼的时候 那时候搭档参选 那时候还有引发了这个二月政争 对不过那个后来也很顺利落幕 因为国民党后来还是提名出一组人选 那所以就是在李登辉先生担任第八任的总统的时候 那他宣誓要终止这个 就是他要把这个原来冻结宪法的这个 动员开乱时期他要宣告终止 那要废止这个临时条款 那这件事情让宪法本身原来比较 被冻结起来 大中国的那样子的一个架构呢 在台湾要适用的时候 开始重新有一个重新走出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就是说你要把这样的宪法放在台湾来实行 除了把过去的冻结条款把它拿掉 然后你要立出可以在台湾走下去的宪法 那所以这件事情在那个时期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但是就是我想李登辉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毅力贯彻 这个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够形容的 所以他能够把它贯彻以致 然后执行到说今天这样子的程度 就是让台湾回到这个宪政的这个体制之下 就是在宪法之间 因为过去宪法是不能用的 就被冻结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有一个动员刊乱条款 动员刊乱条款放在前面 所以宪法被整个被冻结起来 那李登辉会把它拿掉之后 让宪法可以付诸在台湾去做 它不是完全冻结 它就是冻结了民主制度的真谛 那民主制度就是要能够选举 那他当这个动员 就是临时条款就是 最主要就是冻结了这一块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第一届的中央民意代表 会持续那么多年 那因为如果民意代表不能够反映民意 那么他就不能够推动真正的为民的政策 为民的政策就是为政者念之在之的心理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民意代表制度能够确实落实 那才能够真正反映民意 然后做出为民所需要的一些政策作为 当然这也是有两种常常在讨论的 因为威权时代也不代表威权时代的总统 他不是念之在之为民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念之在之的 因为我们知道金国先生是非常以民为重的一位总统 所以并不是说民主制度才是唯一的一条路 但是在进入到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总民主制度我想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确实 这算是一个提升公民参与 所以这也是像现在台北市也有一些促参的部分 包含一些大德案子也都是用一个促参案来去做一个公开的招标等等的 而且整个民主发展到现在 其实很重要前面一开始推动的已经是最困难的 那个部分其实李登辉出了非常多的力量 去把整个台湾民主的进程往前推 所以刚刚馆长讲的废族这个临时条款之外 但后面包括启动很多修宪的工程 才能够陆续开始启动 包括像万年国代的国会 听说我在网路上看到他其实好像把它誉为只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92年的万年国会的终结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1994年刚刚有提到台湾省长 然后北高市长的选举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最重要的1996年总统选举的实现 所以这三个其实都是影响到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因为总统选举后来变成整个台湾民意的直接的展现 然后你可以直接选择 因为过去是代议制度 对间接制度用国民代表来去投总统 那后来推动整个直选之后 让民意可以直接来去做一些反应 也是我们现在很习惯的 每四年要选一次总统 那整个李登辉的一生看一下 事实上感觉算是相当丰富 相当的精彩 12年的总统任内做完了非常多的事情 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很多政治权斗的角度去看 包括黑警等等的 包括他怎么如何度过主流非主流 二月政争 如何跟这个郝伯春来周旋 拔掉他的军权 诸如此类的 甚至后来到跟宋楚瑜的关系 跟连战的关系 跟陈岁北的关系 甚至后来台联党相关的东西等等的 其实这是在历史上真的是非常精彩的 然后也让我觉得很多东西 其实端看我们用什么角度去诠释去看待 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 我们就是晚辈来去做学习的 对对也确实 那节目也即将进到了尾声 那李登辉前总统是相当精彩的一生 也非常值得我们晚辈来去做这个学习 很多的这个精神 很值得我们去效仿 那也因为他这个也算98岁也是高手 那当他的精神 我相信会继续留在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也进行到这边 时间也差不多了 谢谢馆长 还有敏魏 欢迎你们下次继续再来跟听众朋友再来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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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不要摇担塔 我要摇担でした 感谢观看